有出國的時候啊 其實在台灣啊 進出關還比較好 你要有到什麼 特別是歐美國家的時候 哇 那個通關的時候啊 檢查個行李啊 脫衣服 脫鞋子 外套 什麼膠帶也要拿起來 搞好久排半天對不對 現在呢 國際民航組織打算啊 要推出可能新的保安制度了 就是你如果沒有犯罪記錄的話呢 通關的時候就不用脫這個 脫那個在那邊排半天啊 還有高科技的設備 來檢驗隨身帶的這個液體 也不會常常就發生 這個東西要丟了色頭 那個東西丟垃圾桶 也不必再打開行李檢查了 說最快的話 20秒讓你通關 聽起來可以省很多的時間 但是也有旅客就害怕說 那這樣子安全真的不會有問題嗎 搭飛機安檢耗費時間 為了讓沒有犯罪記錄的旅客 可以快速通關 國際民航組織考慮 比照每家地區 將旅客分成兩類 沒有不良記錄的良民 可以享受20秒快速通關 通關時不必脫鞋脫外套 或截腰帶 反正要提早時間要到 然後要脫鞋被檢查 對 然後現在進度要改成10秒 然後行李不能答應 你覺得 這樣對旅客來講應該很方便 搭飛機過安檢 隨身行李和身上的金屬物品 全要通過S光檢查 如果有飲料或香水 超過100毫升 還得強迫丟棄才能登機 為了讓搭機更有效率 國際民航組織打算 使用高科技設備 檢驗攜帶容器內的液體 未來甚至飲料髮膠都能帶上飛機 不過還是有旅客認為不妥當 就變成說可能如果有新人士 他們會再鑽漏洞 安全上又會有多一點 一般旅客只要掃描包包 可以快速通關 不需檢查行李 但如果是高風險旅客或是留下刑事犯罪記錄者 通關要更嚴格 銀行局表示 未來旅客可自行登記 申請快速通關 但實施時間 目前還沒有時間表 最近新聞黃祖華蔡佩嘉桃園採訪報導